兄弟们 你们看 这个距离我们戳不到敌人 对吧 但是只需要把指示器侧着放 哎 就能打到了 所以说龙年该玩什么 赵子龙 你看这强度 就连隔壁的翠花玩了两天半都会七进七出了 就更别说屏幕前的兄弟们了 人长得帅 说话又好听 打游戏还很厉害 哎呀 都去玩赵子龙哈 你看这把来兑现这个吕布啊 被他劈了一刀 劈两刀 劈三刀 哎呀 没事 一点事都没有 接着开启勇气光环 又给他劈了一刀 哇 这硬度别说七进七出了 就是只进不出也没有问题啊 记得以前的赵云是血量越低就越硬 而现在的赵云 血量越低不仅硬 而且还有输出 如果再配上张飞这样的队友 堪称男版的蔡文鸡 这里反杀铝布也是没有问题的 最后这把也是轻松拿下了 接着这把我大意了啊 不仅前期偷偷死了一次 而且这里又被狂铁抬走了 让本就逆风的对抗路更加难搭了 而重点是好像在后头 这里我已经知道对面打野在草里反蹲了 看到打野冲了上去 也是疯狂的按撤队 我当时恨不得把撤队塞到他嘴里去 但是他就是不听 最后没办法 硬上了 结果就是被对面打野一个一个的收割了 不过好在这把最后还是赢了 就连五星上将麦克阿瑟都表示 然后这第六把就有意思了 如果你玩的是射手 而你家辅助开局又在中路 接着又去帮打野 然后还来对抗路蹭一下助攻 而这时候你在上路又被对面两个人压得出不了塔 那么你就可以这样说 所以你们看 最后黄虫没死 我们又赢了一把 哎呀 输不了 根本输不了 六连胜了啊 接下来按照匹配机制的尿性 大概率会输一把了 所以我就掏出了我的本命英雄老夫子 这把我要认真了 依旧是对线老对手吕布啊 你们注意看我的细节 因为二技能拿卡对面一技能的伤害 没卡到也没有关系 随着A就行 等吕布技能好了 二技能再卡一刀 还是没卡到 不要话 我现在发现了这个吕布的操作有很多的破绽 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 这里被吕布劈一刀卖个破绽 你们注意看 我这波准备单杀了 拉过来 贴脸平A就很容易左卫躲掉他的一技能 躲不掉也没有关系 就当卖个破绽 再拉过来逼出吕布大招 这里注意看 闪线拉开 骗出闪线 又是一个破绽 回头再绑住 就这波操作 错一步都单杀不了 这说明什么 我是真的戏 哎呀 你看对面 全是破绽 就连平A都是破绽 完全就被老夫子摁在地上摩擦 所以说对线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找到对面的破绽 这样对面还怎么玩 玩不了 根本玩不了 而且你们看 我都七连胜了 肯定是有点东西的 就像这里割压的走位 我已经看出了他的破绽 假装要走 实则回头大闪 骗出对面的狂暴 看到没有 又是一个破绽 最后这把也是拆到对面高地 准备一波了 哎呀 破绽 全是破绽 就连水晶爆炸都是一个破绽